大家好,歡迎收看錄音創蕩 去年沙田馬場受傷的騎士安國倫 經過一年休息後,再次在社交網站發問 沒錯,雖然他現在要用輪椅代步 但他現在也在馬圈找到一個新的崗位 就是在電視台出任蔡馬評述員 他也說很感謝太太一直以來的照顧 還說不再會停留過去,對未來充滿希望 見到他走出低谷很安慰 希望他可以繼續在這個崗位 好好地發揮他的所長 這時候就要看看馬彈熱華Top5 更新一下馬彈最新動態 今晚的跑馬地夜賽 騎士潘頓正值停賽 而經敵莫雷奶奶把握機會默默贏馬 她憑著拆騎鑽旋旗以及金會星起碼 全馬就以兩冠、四鴨、一季的成績 成為亞軍王 而不是騎士王之爭 星期日的沙田日賽 連馬斯方家柏步下強陣 由六月至今馬房九次安排新勝馬 再出跑回贏馬路程 合共取得四冠、兩亞、三季 成績嬌人 其中出戰第三班 泥地1650米的安芙 上場更在同程打開再講勝利之門 雖然這場他要升班上陣 不過在富榜大幅減輕之下 有力爭取廉折 至於出戰第二班 泥地1200米的凡哥兒 上場跑同程贏馬開齋 這場同樣要升班 挑戰更強對手 其實他今季初出 只是以過幾馬位距離 輸了比這次栽度同場的人者全心 凡哥兒在富榜進一步拉開下 可不可以先返呢 12月4日 12位頂尖騎士將會混雜跑馬地 割續浪琴標國際騎士錦標賽 四位香港的代表 分別就是潘頓、莫雷拉、田泰安 以及何宅堯 將會挑戰八位世界頂級騎士 而浪琴標國際騎士錦標賽的 騎士配馬儀式 將會在12月2日舉行 究竟四關賽事的人馬配搭是怎樣 各位馬迷記得緊貼最新消息 至於浪琴標香港國際賽事 就會在12月8日舉行 不少海外參戰馬已經陸續抵抗 積極備戰 早前英國、愛爾蘭 以及幾匹日本代表率先到步 當中包括出戰香港一里錦標的 中間火星、冠軍車手以及波斯劍客 出戰香港平的旺子丁 亞朗親王、燈我本色 以及香港短途錦標的野田重擊等等 如果各位馬迷想看一眾 和升級賽區的晨操情況 可以留意12月4日至6日的網上直播 今年浪琴標香港國際賽事的 參賽馬實力飛凡 若果能夠抽到一個靚檔 絕對能夠增加你贏馬的機會 而四場賽事的牌位抽籤儀式 將會在12月5日的早上 在沙田馬場的馬匹亮相圈舉行 究竟今年的港隊馬 可不可以順利為免四場一級賽呢 記住12月8日一起見證草地王者誕生 一年一度的國際賽事 下星期就進入最後的直路 到時候就會有來自世界各地的 馬壇精英運閘在沙田馬場 真是想你也開心 這麼多貴賓來到 我們作為主人家 當然要搞得很好看看 外國名區落場要跑得安全舒適 最重要當然是賽道保養 每年的12月 香港都會成為全球馬壇的焦點 戒因在沙田馬場裡面 會舉行浪琴標香港國際賽事 吸引全球最頂級的馬匹 來到香港爭奪樹榮 我身後面這一條 就是即將舉行國際賽的 沙田馬場草地跑道 其實我們香港每一季 有超過400場的草地賽事 在我身後的沙田馬場的草地賽道上發生 今天集的賽程怎樣可以保持 這條國際級賽道的質素呢 所以今天我特地去到草路部 找些同事出來 最重要是學習藝 學習一下怎樣可以保養 這條綠油油的賽道 賽事跑得密 賽道自然會比較容易耗損 所以必須要有足夠的美草替補 而在接近銀溪灣的這個位置 就是跑道步的苗圃 怎樣檢測我們的草皮呢 我們會第一件事看的 就是看看它的顏色 如果看到它是綠色的 應該就可以了 第二件事 我們要看看 究竟草皮的密度夠不夠 我會怎樣測試它 我們會用白色的紙放在後面 如果它不能透過的話 就像這一塊一樣 其實已經是合格的 如果它的根系 我們可以看到 至少有20mm的合格 我們會用一塊草皮把它反轉 會不會看到這些 比較粗一點的白色的景色 如果有的就代表合格 每一塊是一米長 還有0.45米那麼寬 沙田馬場和法國馬場 長工加上散工 我們會有大約80個同事 去負責草地的保養 苗圃的這些草皮 都是外國入貨的 所以來之前 都會事先清洗乾淨 確保不會有其他外來沙石 進入菜道裡面 影響疏水系統 而離貨之後 除了要檢查品質之外 還需要進行三個工序 包括壓草、鋪沙和淋水 今天我們最主要是在養草區裡 起草皮 然後過去我們的斬草堂裡 把草切割為適合的赤草 然後放在牆上 然後我們將會種草 這個東西難不難嗎 我教你做 好, 試試 接下來這個步驟很重要 就是怎樣把草皮斬成塊 好, 好了 這樣做好了之後 然後整塊… 原來他們搬一大草皮 這樣就拿起了 好 已經散開了 這個我叫做完成了 真的把草皮蓋起出來了 但你看到很明顯 雞手上腳, 是不是第一次做 但是人家切割很工整 一硬一塊 而且你真的拿捏不到 切割的時候的技巧 但我覺得如果給我再試幾次 好像比奧琪 今天親身手碰到的時候 真的感受到那種生命力 因為你揉手的泥還是涼涼的 你看到很清新的感覺 草皮太大塊 所以要隔壁了 要這樣打開 剛才師傅說, 攪拌吧 這個過程很有挫敗感 你看看 我們會在國際賽之前 多來一批草皮 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 整個避草區在國際賽期間 都是綠油油的 所以我們會預早一點 會多訂一批草皮 給國際賽前 我們也會鋪在我們養草區裡 切好的草皮 就可以種到草地賽道了 其實每次賽事之後 賽道上都會有一個有一個的馬蹄洞 所以必須要在下次賽事之前 修補好 並預留足夠的時間給草生長 看到我手套也有 手袖也有 還穿了這些工衣 然後還有工具 好了 在現場找到一個要聊天的目標 因為在這裡 大家都叫她姐姐吧 大家知道… 別這麼說 你好 我想問一下 在這裡做這個工作 有什麼技巧 你可以教我一下 要看看那條蟲 就是這個位置看有多長 那條蟲袋有多長 是 這些筋的原來 一定要吃到它的底部 如果它不吃到 那條蟲就很快就死了 根據剛才姐姐教我們 如果你看到一個洞 首先你就在旁邊撥一撥開草 讓我確保證它是否真的沒有草 好, 然後就刮一個小小的坑出來 然後就做一個相應 跟它的大小差不多 然後那些姐姐通常會拍鬆它一點 橫著, 放下去 讓它變硬了 最後就是加這些冬米 讓它附近的醋生長差不多的大小 對, 大概 這樣就算是瘀完成了 它們的速度真的很快 剛才我們拍攝的時候 我們要預約一個距離 基本上你以為可能要10米 其實你預約30米左右 它們很快一對人哭一聲 就可以修補了 香港賽馬會的馬場 我們一個季度有88次賽事日 相對於其他外高的馬場來說 我們相對用的頻率比較高 正正因為這樣的話 每一個星期跑完之後 我們就要用大約一個星期的時間 六天左右 我們就要完成修補 就要給下一次的賽事人 難度就自然是 我們要在這麼短的時間裡 要修復跑道給下一次的賽事 浪琴標香港國際賽事 很快就會舉行了 而我身後這個沙田馬場的賽道 也會以最佳狀態示人 有這麼頂級的賽道 一眾的賽區可以盡情競賽 各族國者報作 鋪草皮聽就聽得多了 但原來實際上都是非常專業的 對, 賽馬絕對是一門 博大精心的學問 即是無論是場地保養、練馬 還是平馬都要非常專業 絕對不是玩玩的 所以我也非常欣賠平馬前輩 稍後回來就有新鎮平馬人 Alex 伍兆泉的專訪 一起聽聽他有什麼賽馬心得